各位好 今天是2023年5月22日星期一 欢迎来到点新闻 我是伊宁 与您一起点关香港 今天呢我们先来说美团在香港上线的事 内地著名外卖平台美团旗下的全新外卖品牌 Kita今天正式是在香港推出了 人口密集的望角和大脚嘴 成为了Kita首阶段试点的地区 早上8点啊 Kita app正式启动送餐服务 新用户注册成功之后呢 会收到一组优惠券 分别为三个满减券 满80-50 满200-50和满250-50 另外啊还有一张一人实际减15元的券 和三张免运费的券 总的优惠力度呢是达到了300元 为了验证折扣的力度是否货真价实 点新闻记者在本港现有的三家外卖平台 Kita, Foodpanda和Deliveral 分别下单望角一家麦当劳的麦乐机套餐 那Kita, Foodpanda, Deliveral 三个平台的价格呢 分别是66元 86.7元和96.5元 那在使用了新人的这个一人实减15元 且没有最低消费的优惠券之后啊 Kita的价格更是减到了51元 确实是便宜不少 另外啊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呢Kita平台上不少餐品的最低消费金额仅为50-60元 显著低于其他平台 那或许呢会加大市民使用外送服务的频率 那么未来Kita能否改变香港外卖市场 占整个餐饮市场比例有限的现状呢 我们拭目以待 那除了美团 宫崎骏动画电影御用配乐大师 日本知名作曲家兼指挥家90让 也要来香港了 国泰荣誉呈现的这个90让音乐会呢 将于6月22日至24日连续三晚 每晚8点在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举行 票价呢分为三个档次 分别是1980元 1480元 以及680元 门票呢是以抽签及实名制的形式公开发售的 今天上午10点啊 愿民们可以在城市售票网进行抽签登记 而登记呢将会在本周三晚上的8点截止 那登记人呢必须是以实名登记 并且呢必须是入场的观众之一 中签者呢需要在6月1日购票 每人呢是限购两张 如果在规定的期限里 没有买票就会丧失购票的资格 而门票呢也是不能转让的 主办单位香港管弦音乐团就提醒啊 只要在登记时段里面登记 所有的登记的中签机会是一样的 所以是不需要抢先登记的 那这一次呢 90让带来的三首曲目 都是香港首演 分别是第二交响曲 《舞门》以及《幽灵公主》 交响组曲的全整版本 音乐会时长的大约是在一个小时45分钟 包括一节的中场休息 那由于这是一场实名制的音乐会 主办方呢也提醒音乐迷要提早至少一个半小时 赶到音乐会的现场去验证身份 相信此次音乐会售卖实名制的操作 能够减少黄牛炒卖的行为 那在家吃吃外卖 出门听听音乐会 都是平凡生活中能给人幸福感的事情 不过啊 上周六 元朗的刘女士就再也没有机会感受平凡的幸福了 上周六也就是20日晚 大约7点25分 元朗发生了一起谋杀案 54岁的妇人刘女士 已遭凶徒以电锯及利刀杀害 警方调查后发现呢 女侍主的颈部遭力气割伤 手及手腕有刀伤 身体也多处受伤 肚腹也有肿胀 脸部更是严重毁烂 不排除她遇害时惨遭凶残对待 在她身边呢 还遗落了几颗牙齿 一顶鸭舌帽以及一部手机 刘女士当场被证实死亡 警方随后封锁现场 案件列作谋杀跟进 之后啊 警方在附近的草丛中 发现了一把燃血的电锯 一把约30厘米长的牛肉刀 以及一对白色手袖 怀疑是暗中凶器 以及涉案的衣物 案发现场一带 基本都是货舱以及厂房 比较少有视频经过 不过呢 附近有一间车厂 设有闭录电视镜头 有可能会拍摄到案发的经过 那初步的信息显示啊 刘女士与72岁的梁姓丈夫 居住在距离凶案现场 大约300米外的文苑村的 移动村屋里 还有一个外傭是跟他们同住的 两夫妇平时以出租货仓 汤房等为生 生活环境不错 并且有儿有女 刘父呢 与丈夫非常恩爱 每天晚饭之后 她都会与丈夫到附近的河边散步 据了解呢 案发当晚 刘女士因为看电视剧 而推迟出门 丈夫先行外出 怀疑她稍后独自出门散步时 遭到了杀害 丈夫梁先生对太太突然遇害 也是感到伤心以及难过的 在租客眼里 刘女士是怎样的人呢 租客冯先生表示 刘女士与丈夫打理附近的土地 估计他们是大地主 她只在交租时 与作为包租婆的刘女士接触 她看起来表面随和 但内里怎么样是不知道的 那冯先生表示呢 作为包租婆而言 刘女士也算是友善 即使有其他租客投诉她 她也会客气地提醒冯先生 收拾好东西 不过啊 冯先生也表示 她这样的性格可能迟早 会跟别人有问题 但是她又强调呢 不愿意多谈别人的隐私 那今天下午四点半 警方见传媒时表示 目前已经锁定 遗凶为40岁左右的男子 遗凶和被害人相识 并有私人恩怨 不是随机犯案 有消息就指 遗凶为女死者的继子 也就是死者良性丈夫 和上一任妻子所生的儿子 她行凶之后 已经立即离境 潜逃往外地 遗凶和被害人之间 到底有怎样的恩怨呢 关于元朗凶杀案的后续消息 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以上呢 就是今天点关香港的全部内容 更多新闻请关注 点新闻网和点新闻APP 我们明天再见 点新闻网和点新闻网